好,我们接着讲Math Plotinib这一块 在这一部分呢 首先我们前面也讲过Math Plotinib是帮助我们去绘图的,对不对 然后呢,在这个绘图里面有下面这两个非常关键 首先它的一些基础的要点,有基础的知识点 然后呢,还有关于绘制三连图 脂肪图、柱状图、调印图比较重要 那么首先我们学习它之前呢 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Math Plotinib这样一个模块 Math Plotinib由于它是帮助我们去绘图的 所以它能够进行数据的可视化 然后呢,让这个数据呈现出来更加直观 更加客观,更加有说服力 所以说,基因以上这一点呢,两点呢 我们就需要来学习Math Plotinib 而且它是纯用Python实现的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在公司里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方法去出这些数据 所以完了之后呢 把这些数据呢,放到前端页面上去展示 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并用不到Math Plotinib 但是呢,我们现在讲数据分析 就不可能给大家去讲前端的GS框架 对不对 所以,而且前端内部和内容呢 本来也是有前端工程师他们来做的 我们只需要把数据把它给准备好 然后交给他就完事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想要生成一个报告 或者说单纯的想要画一个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Math Plotinib来做 然后呢,我们使用它来做的时候呢 它的使用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后面的学习 是掌握这个Math Plotinib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我刚刚给大家说过了 我们在公司里面呢,可能并不会用到它用的特别多 因为在展示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了前端的GS的框架 那么后面呢,我们也会提有哪些GS框架 我们经常会用它去绘制这些形状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讲它呢 而且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三个模块的最开始去讲它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讲它的话呢 我们拿到一些数据 我们确认能够非常容易的把这些数据给它处理好 但是处理好之后呢 就是看不到这种效果 所以说大家可能上课的时候呢 就天天在那看着 我把这些数据整过来整过去整过去整过来 完了就结束了 就是非常的枯燥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Math Plotinib放到前面去讲 然后呢,通过它结合后面的数据处理 我们把那些处理过的数据呢 通过现在学习的Math Plotinib把它给呈现出来 这样看呢,我们整个图形呢是有意思一点 大家也不会每天都是昏昏欲碎 对不对 那么到底什么是Math Plotinib呢 大家之前应该也听过一个软件 叫做MathNab,对不对 那MathNab能做的事情呢 其实Math Plotinib都能做 因为Math Plotinib呢 它就是仿照于MathNab来构建的 这样一个Python的这样一个底层汇图库 主要用来实现图表和数据的可视化 做这样一个事情 大家清楚吧 Math Plotinib仿照MathNab实现 是Python的一个汇图库 实现数据的可视化 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明白它是什么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如何去使用的 但是在它到底如果使用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初中就学过的坐标准 看一下大家小学就见过的坐标准 就这个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呢 下面大家都知道这是X轴 上面的这是Y轴 对不对 我们经常把X轴或者Y轴呢 这个轴叫做Apsis AXIS 就是轴的意思 它指的是X轴或者Y轴 那么在这个图形上面呢 我们会认出台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这里面这两个下面两个箭头 是我自己画上去的 是没有的 就中间这个图形 中间这个图形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些红色的点 这些点是什么呢 坐标点 对不对 比如说当前这个点在01这个位置 这个点在25这个位置 这个点在43这个位置 是吧 这都是坐标点 然后它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0跟1组成一组到一起 组成一组组成一个点 这2跟5呢 组到一起组成一个点 对不对 4和3呢 组到一起组成一个点 然后这是坐标点 如果说没有这些线的话 我们只画这些点在这个图形上面 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三点图 就是关于点的一个图 全是点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点 只有这些线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折线图 就是折线 对吧 就是线条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ModeproNib里面 如果是绘制三点图的话呢 对中呢 它肯定是要把 所有点绘制到这个座标上面去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绘制折线图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这些点了 我们只把这些点 粘成线 那么它就是 折线图了 对不对 这个概念大家应该能够清楚 而且非常好理解的 这是关于ModeproNib里面 经常我们看到的样子 那么 下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要使用ModeproNib来 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 假设一天中 每隔两个小时的气温 分别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通过ModeproNib 把它绘制出来 这个时候该怎么绘制呢 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要绘制点 对不对 你要画点在上面去 当前呢 这是气温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到时候会到这个画图形上面呢 我们可以用Y轴表示气温 对不对 那X轴是什么呢 时间 对吧 那时间 我们就要把这时间和这个 每个时间点 和对应的这下面 每个点呢 一对应起来 然后组成一组 然后呢 把它混在图形上面 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明什么呢 这下面 气温 这个列表的长度 应该是和我们 时间的这些个数 是一样的 对吧 假设它们两个都是列表 就列表长度是一样 假设这上面是个润锦 下面是个列表 那表上面 报的数字是一样的 它们才能够画出来 不然的话来 一个地方多一个数 一个地方少一个数 那肯定它是挥不出来的 它不知道把最后这个点 多出来的那个X 多出来的那个Y 不知道该怎么画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 拿的普通的逆步 它如何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么 要用马拉普通的逆步 肯定我们要得导入它 对不对 我们就导入马拉普通的逆步 但是呢 我们用的并不是马拉普通的逆步 本身 而它提供了一个叫做 Pyplot这样一个模块 Pyplot就是专门帮助我们来画图的 你解吗 那么经常呢 我们会这样去导入 from马拉普通的 input Pyplot 遏子PLT 遏子的用法 但应该都会 对不对 相当于现在呢 我们不能够 不能够再去用Pyplot了 而要用Pyplot 对不对 我们使用Pyplot 其实就是我们在使用Pyplot 对不对 我们经常这样来写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来写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遏子一下 简单 简单对不对 简单对吧 那么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在代码里面 也需要这样去用 在代码里面 其他时候 我们这样去用的时候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击呢 比如说 我们新建了一个Py文件 里面一个方法 叫做sum 比如在a.py里面 一个方法叫sum 我们知道sum这个方法 是我们Pyplot 自带的一个方法 它是有sum这个方法的 对不对 你给它传进列表 它就给你把核求出来 但是如果现在 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 专门了我们自己的sum的话 我们把它导入过来用之后 我们用的sum 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sum 而不能用到 系统里面 提供的sum方法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既想用 我们自己定义的sum 又想用系统提供的sum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的 我们给它改名 对不对 我们需要 from a imple sum as mysum 这种方式 到时候我们用mysum 就是用了 我们自己定义的sum方法 那么系统里面 那个sum方法 这还是有的 对不对 我会把它给覆盖掉 能理解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常就会使用 from import as 这种方式来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还需要注意点 什么呢 经常之前 给大学同学 讲记录班的时候 给他讲 也是要出一些题 出一些比较简单的题 下面哪种导入方式 是有错误的 from import import from import as from import as 对吧 这个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导入之后 我们要用这个plt 但用它之前 我们知道plt 专门方式我们绘图的 在绘图之前呢 我们得把数据先准备好 那要数据 对应呢 就是要了一些 x轴 y轴 对应呢 做了坐标了 对不对 那么刚刚说了 我们中间有个对应 但其实这个对应呢 是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做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只需要 准备好所有的点 的x 以及所有点的y 那所有点的x呢 比如说这里我们写的 range2 262 那对应呢 它的数字就是从2 4 6 8 1到24 对不对 那么y呢 就是这样一个列表 那么最终我们只需要在 plt 提供了一个plot 这个方法里面 传入x 传入y就好了 那么对应 把这两个点 把这两个x 这个x和y 这两个数据里面的 点一对应的这个活呢 其实是plt plot 帮助我们做的 我们不需要手动去实现 比如把它做成一个原子 没有必要 我们只需要准备好 所有要画的点的 所有x轴 所有x对应的值 以及所有画的点的 所有y对应的值 它们两个值的顺序 不能颠倒 或者就画错了 因为最终我们plt 做的事情是把这两个 可连在对象的数据呢 做一一对应 然后汇制到这个图形上面来 然后呢 汇制到之后 如果我们要看效果 我们要看效果 还需要调用一下 plt的show这个方法 show 就是展示出来的意思 能理解吗 前面我们学了 Jubyton的book 当然大家可以 这个时候 在Jubyton的book里面 做这个事情 那么我个人更喜欢 在pycham里面写 因为最终 如果真的我们要把代码 放到服务上 跑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在 把它写成一个pycham 才能执行它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它是执行不了的 在Jubyton的book里面呢 我们确实可以 很直观的看到那样的结果 看到非常清晰 但是在工作中呢 我们也是一样 要把它写成 之前这种pycham的形式 写成Jubyton的book 那种形式的 相当于只是我们 个人的一个笔记而已 不能当真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应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大家的训练机 大家的pycham打开了吗 打开了是吧 打开了可以照着敲一下 大家可以先导入一下 妈的普通内部 看一下能不能导入 如果不能导入 说明我们妈的普通内部 没有装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装一下 谢谢大家 首先切换一下环境 如果大家有多个环境的话 可以切换一下环境 deployment的那个功能 大家用过吗 前面前面给大家讲之后 大家用过吗 有没有尝试了 从windows下面 把代码发布到 网络里面去 试过是吧 昨天的时候 还有同学在问我 我要把代码写好了 我要发布到服务器上面 怎么发布 用getbook吗 用不是说错了 用gethub吗 用gethub吗 各位同学们 我们要发布我们的代码 需要用到gethub吗 不需要 它们之间压根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gethub只是我们做代码托管的 跟我们发布我们的程序 没有任何关系 首先在这里我们来写一下 frommalplonib import cyplot 然后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数据 我们要画x轴和y轴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就要绘制一下 每隔两天 每隔一天中 每隔两个小时的气温 对不对 这个气温出去在这里 我们先把它复制过来 这是我们的y 对不对 最重要的画到y轴上面的 对吧 这是所有的坐标点 在y轴上对应的值 那所有坐标点 在x轴上对应的值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 rent2 26 还有个不长2 对不对 262 它刚好是从2一直到24的 然后这下面这y 是一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调用一下plt.plot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plot我们只要给它传入x 传入y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 这个相当于做的事情 就是绘图 展示图形 就plt.show 然后到这里呢 我们相当于把这个给写好了 写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no model name的madaplt.nib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他说没有 那么就装一下 对不对 之前就环境里面呢 在昨天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有太多模块 所以把它清了一下 模块太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就我们的pycham 每次开启起来 它会在这不停的去加载东西 它加了好长时间 才会把这些模块加载完 我现在看了一下 这个之前这个 环境里面的东西呢 基本上有 两个G 然后呢 其他的模块里面呢 其他环境里面只有两三百兆 它这里面居然有两个G 所以我就把它给删了 然后重新建了一个 然后呢 我们现在重新装一下它 我们使用空大音色 或者说是 type in store都是可以的 我想这么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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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